由 Capcom 製作 預定在 PS4 與 PC 平台上登場的 超熱門格鬥遊戲系列最新作 快打旋風 5 日前於台北電玩展確認了老角色 納許的回歸之後 今日終於公布這位角色的正式宣傳影片囉 納許是快打旋風 Zero 系列的主要角色 他不只和凱爾是好朋友 還是知名必殺技 Sonic Boom 的開發者 在 Zero 系列的結局中 因為追查邪惡組織夏富爾總帥貝卡 而墜崖且下落不明 即將在五代回歸的他 身上不只有滿滿的改造痕跡 還能夠看到他是展大幅改變的各種必殺技 並且利用新的瞬間移動能力來套殼對手 風格可以說是和以前有極大的差異 究竟他是經由誰的手復活的呢 而這是否也代表著 有更多 Zero 系列的角色會加入五代呢 另外 Capcom 也首次宣布 未來將會在北美地區 舉行快打旋風5 PS4 和 PC 版的 Beta 測試活動 詳細內容就請大家密切注意後續報導囉